大家好,我是青石 7月上旬又是大叶杜鹃的嫁接季节 那我们先来看看去年嫁接的 我在English Rosen这个品种上面 我嫁接了三个不同的品种 大家看到 这是其中的两个头 两个嫁接的比较壮的 每一个头 都有十几片叶子 今年长出来的,新长出来的 叶色 和叶色也是很健康 叶子也长得很肥大 这个是相对比较小的,也有十几片叶子 那我今年准备在这个品种的 三个品种基础上,我再增加三个品种 那我们先来看看去年嫁接的嫁接口 看到没有 已经完全木质化了 已经 完全长死了,我们说 木质化了 这个 这是第2个 也完全木质化了 所以这个大叶杜鹃的嫁接呢,其实效果挺不错的 那如果我在这一棵上面 那么嫁接个 6个品种 那我们挑选这个花期差不多 那么 长势差不多的这个品种呢 经过两三年的培育呢 这一棵杜鹃呢 我就可以开出 同时开出5种颜色 或者6种颜色的花 那我们嫁接这些大叶杜鹃呢 也是一样 具体的操作呢 我把我去年 比较详细具体操作 一步步操作的这个视频呢 放在底下的说明里面 那大家可以点击呢 你看一下具体的说明 那我们现在呢只是 快速的再看一下 我再准备 嫁接这个 再另外嫁接的三个品种在上面 这个嫁接以后呢大概一个月 左右就 预合了 预合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 把 塑料袋拆了 现在我们要套上塑料袋嘛 把这个塑料袋拆了拆了以后呢 正常养护 就可以了 在室外过冬 就可以在多伦多室外过冬 我去年都是在 多伦多室外过冬的 最低去年是比较冷的 最低有达 零下30度 好 其实架接其实很简单 我就是快放大家看一下 具体的 我这个说明里面有一个视频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另外呢就强调一下这个形层层呢 我们这个 单边形层层对齐就行了 因为我们的接岁比较细 跟枕木呢 不能完全吻合 弄完以后 包上塑料袋 30天 就可以把塑料拆了 正常养护了 好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